拖延多年的单轨火车纠纷在今年4月终于告一段落 国家基建公司和供应商使隔米集团达成协议 修复损坏的单轨火车 在双方的合作下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 三套五节车厢的单轨火车目前的修复进度非常理想 所以当局放眼在今年8月16号再次投入运作 陆兆福表示目前龙市只有两节车厢投入运作 无法承载高峰期的大量乘客 一旦三套四节车厢投入运作 将有望舒缓拥挤的情况 他也表示基建公司和供应商使隔米集团 能一同解决问题 提高单轨火车的载客量 缓解拥挤的现象 为乘客提供更舒适的乘搭环境 陆兆福也补充 在三套四节单轨火车的修复工作完成后 接下来将会修复另外两套四节单轨火车 这也意味着预料会有五套四节单轨火车 在今年投入运作 根据合约 国家基建公司也会增购七套新的单轨火车 预料可以在18个月内投入运作 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内 一共会有12套四节单轨火车投入运作